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进阶算法应用课程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如何在python里面我们自己写代码来实现一个 这个neural network 我们里面用到了这个梯度下降算法 gradient descent 并且跟大家演示了我们的实现的这个network 用来识别这个minist手写的这个数字的图片 达到了一定的精确率 我们并且调了不同的参数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接着上一节课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想一个问题 就是上一节课我们是根据这个神经网络算法来识别的是吧 我们达到了95%的这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精确度 仅仅是三层的这个神经网络 当然我们这个输入层呢 就是所有图片的这个像 每一个图片的784维的这样一个像素点 是吧 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说这样我们之前上节课得到了这个精确度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比如说我们跟一些简单的这个特征值或者别的这个分类器能不能比较一下呢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例子啊 比如说有个同学想我们可以能不能用一个最简单的这个 定定义的这样一个feature 也就是这个特征量来衡量每一个数字 它应该是几呢 我们不用这么复杂的这个784维的这个每个像素点传到这个神经网络里面 而且我们就定一个这个平均灰度 什么叫平均灰度呢 就是说我们一个图是吧 我们说了这个是28乘28维的这样一个数字 这个图片 那么它每一个像素点上呢 它有一个值是吧 我们可以把它画到画为0到1之间 它本来是0在255之间的一个灰度值 那么我们能就把这个图片上所有的这个灰度值相加 像素点的灰度值相加除以784 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衡量 然后呢我们就看这个在训练集里面每一个数字 跟这个训练这个测试集里面的每一张图片 跟训练集里面哪一张图片最相近 它的这个灰度平均值最接近 我们就把它识别为多少 假如说我们用这样一个算法的话呢 我们能达到怎样的准确率呢 那跟我们上一节课所用的这个神经网络算法比较的话 到底能有多大差别呢 我们可以实验一下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Python实现这个代码 我们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代码 就是实现了这个通过平均的这个灰度图 灰度值啊 也就是darkness 非常简单的一个算法 来识别这个图片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算法啊 首先呢我们呃 传入一个这个导入一个包 叫做这个default dict 它是一个啊 Python的一种 Dictionary的一个支持 它的一个包 那么我们呢 首先import了这个上次 我们用过的这个minist loader 是吧 就是我们用来下载数据的这样一个 一个package 好那下面首先呢跟上一部跟我们之前做的一模一样 就是我们首先要把这个minist的数据集下载下来是吧 我们通过靠这个loaddata啊 我们看到上一次我们是靠的是在我们用这个神经网络算法network的时候我们靠的是loaddata wrapper是吧 那个那是因为我们返回的数据要符合这个神经网络的这个输入的这个数据结构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用就简单就是说传回来的不是list 我们直接用这个loaddata这样一个方程来返回三部分 一个是这个trainingdata训练集 一个是validationdata 这个验证集 还有一个是这个testdata测试集啊 同学们有兴趣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代码就是loaddata 它里面的这个是如何实现的啊 我们这就不详细介绍了 然后呢 我们下一步呢 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个trainingdata 我们训练集里面算出来它的这个平均灰度值 我们后面会定义一个function叫做averagedarkness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trainingdata的这样一个矩阵每一行的这张图片 把它的这个平均灰度值算出来 然后呢我们下面就统计我们算对了多少图 也就是说我们后面还有一个function叫guestdigit 就是说我们来猜测这个数据呃这个数值是多少 然后呢如果我们传进去两个参数 一个是当前的这张图片 还有一个是它的这个平均值 然后我们如果等于这个digit呢 就证明我们猜对了 然后我们一看一共猜对了多少个是吧 把它输出出来 打印出来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比较简单这个方程 就是说我们要假设 假设要计算这个图片 训练集里面它所有的图片的每一个这个灰度 灰度平均值怎么计算啊 非常容易就是首先呢 我们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建一个这个default dict 就是一个python里面的一个dictionary啊 一种类型叫default dictionary 然后呢它的这个方程呢 它返回呢就是说它这个dictionary 它的key呢就是这个0到9啊 其中的一个数位 就是0123456789中的一位 那它的这个值呢 它的value呢 这个dictionary 它每一个的value呢 就是这个对应的 这张图片 它所对应的这个平均灰度值 所以我们来 这写一个 就是说我们看到啊 首先我们这个default dictionary 它的这个 里面的这个 数据类型 它是integer是个整形是吧 然后darkness 它里面是一个小数点型 浮点型的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image图片和这个digit 在我们这个training和这个data里面啊 就是说我们累积是吧 我们把这个sum算出来 就是说每一个图片 它的这个sum 也就是说它所有的这个灰度 每一个像素点的灰度值相加之后 然后全部加在一起是吧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累积加起来 我们看到这个等于说darkness 这块digit 加等于darkness 加上这个sum 也就是说我们把它全加起来 然后呢 我们这个average就等于 这个default dictionary的float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 在后面呢 我们就是等于说 把这个sum再除以一个 这个我们一共有n个是吧 我们除以n 然后就返回了这个平均的 这个灰度值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方程 那么下面这一步呢 当然更简单一些 就是guest digit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输入呢 是一个image 是一个图片和一个 这个我们刚才计算好的出来 这个平均值 那么我们要返回呢 就是说最跟这个我们传入的图片 最接近的 这个灰度值最接近的图片 根据它把它来识别成是0到9的哪一个是吧 所以我们首先这个darkness呢 就是它整个这张图的sum 然后我们定义一个距离 距离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key和value 在这个average里面呢 我们循环以后 然后呢 我们来看 这个最小的是这个距离最小的啊 然后呢 也就是说我们算出来这个 平均距离 平均灰度值最小的 这一个图像 它的这个值是多少 我们当key是吧 distances get 就是说我们返回的 其实就是这个 0到9中的每一个某一个值 跟我们传入的这张图片 和这个训练集里面 在灰度值上的距离最小的 这张图的digit 就是它的width 它是0123456789的哪一个 然后呢 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实现了一个 根据这个灰度值 来简单的对这个图片进行识别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这样一种简单的算法呢 我们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精确度啊 准确率 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期待应该是没有这个神经网络的算法要好 是吧 因为神经网络算法呢 我们算的非常细 就是我们等于说把图像的每一个像素点都作为输入的一个feature 是吧 都作为一个特征来算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返回了之后呢 果然我们只得 只在这个1万张这个测试机里面 我们只识别正确了2225张 也就是正确率只有20%多 这个要远远低于我们的这个 之前的神经网络算法是吧 当然这个算法非常简单了 它只是把一张图浓缩成一个灰度 平均灰度这样一个值来算 所以可以期待我们这个答案 就准确率也不会太高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算法 但是它呢也是比我们这个完全随机的猜的话要高的 因为我们有10个类是吧 就我们这个数字可以是0到9中的任何一个 那么呢我们如果随机猜的话 我们的准确率应该是10% 那么这个算法呢 它仍然是达到22% 所以说还是要比随机猜好一些 但是当然远远地低于我们这个神经网络 好这是一种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不用神经网络这种方法 我们用最简单的灰度平均值作为特征值 来进行分类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同学们可能好奇说 我假设还是用这个传统的 就是这个machine learning 机械学习的算法SVM 用它来这个对数据直接做这个分类的话呢 精度能达到多少呢 那它如果就是跟这个我们这个神经网络相比的话 能达到怎样的一个准确度呢 所以呢我们可以也可以测试一下 非常简单 这是我们上一系列的课程 就是这个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基础 机器学习里面 我们大家介绍了这个Python里面的这个强大的SkLearn 的库里面有一个SVM是吧 这样一个算法实现好的这样一个package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通过调用它来简单的 还是通过我们这个数据它原始的这个784维的这样一个像素级的特征量 我们结合这个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作为这个分类器 我们看一下能得到什么样一个精确值 我们这个代码非常容易简单 首先我们把这个训练级测试级和这个这个验证级三个 从这个数据里面加载进来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classifier是吧 一个分类器呢就是SVM 这是我们导入SVM 然后呢我们fit 这里就是我们来学习是吧 就是两个值 一个是我们的training 0 training0的值指的是我们的这个 5万个图片 然后呢每一个维度是784维是吧 这是它的x 然后呢这个training data1呢指的就是我们的label 就是y是吧 就是我们到底是0123456789中的哪一个数字 然后通过这样呢我们就 是呃建模建了一个SVM的模型 然后我们直接来算 通过这个clf classifier直接来算它的预测值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测试级里面的x输入以后 根据我们算好的这个这个clf classifier分类器来预测 是吧我们的这个y是多少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算出来的这个a和实际真实的这个测试级面的这个 数字的这个实际是多少y来比较看算对了多少个把它加起来是吧 所以呢我们就返回的就是这个总共识别对了多少多少张图片 好那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这个svm的程序啊我们看一下 总确率能达到多少跟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神经网络比较的话 它能够有多大的不同 这个能花一点时间来运行啊 其实之前我已经运行过了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呢 就是我们预测对了这个94.35%啊 其实也非常好了 因为我们记得当时我们用这个 neural network神经网络的时候也就是94%到95 左右是吧 但是当然大家可以想象我们之前是用的 只是最简单的一种神经网络只有三层 然后呢我们也没有对参数进行特殊的这个训练 所以当神经网络层数多了 我们对它的这个参数进行这个训练的话呢 调整的话呢 其实它的结果还是要能超过这个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svm在这种简单的数据上 也达到了非常不错的这个准确率啊 所以这里呢我们是跟大家把上一节课的这个神经网络的结果 和我们这节课给大家介绍两个传统的这个分类器 就是一个传统的分类器svm和一种最简单的这个feature 就是我们的特征值这个平均灰度做一个比较 好的 那么我们就提前把这个程序先结束了 因为它比较慢一些 然后我们结果我之前已经有记录 识别只有9435个 好的 这就是关于这个不同的这个classifier分类器和和特征值啊 对这个同样一个手写数据进行识别的一个对比 那么从这节开始呢 我们正式跟大家开始介绍这个backpropagation 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步在这个比较关键的一步的时候 我们算这个偏导数的时候 当时我们调用了说我们实现的时候说调用了一个方程 我们自己定义的叫backpropagation啊 这样一个算法 但是当时我们说这个算法由于它稍微要复杂一些 我们要花一点时间 所以当时我们直接跳跃过去了 并没有跟大家详细解释我们这个backpropagation算法是如何工作的 并且我们如何实现它 这是我们上节课留下的一个没有解释的算法 所以从这节课开始我们就详细给大家介绍这个backpropagation这个算法 它是怎么样工作的啊 这个backpropagation这个算法呢 它是在1970年就被提出来 然后呢 但是呢直到1986年的这几位学者啊 包括我们知道这个深度学习的大牛 这个Jeff Hinton 当几位学者他们提出的论文才 用这种backpropagation算法呢 在神经网络中学习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啊 并且可以解决神经网络中的这个 非常非常大的复杂度非常大的运算 才得到重视啊 好 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这个backpropagation它的算法 原理以及如何工作的 那这个大家可以就是记住一点 就是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个backpropagation算法 它的核心问题它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 其实就是很简单 就是两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之前在更新通过梯度下降算法 gradient descent 更新这个权重和偏向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有两个量 我们当时需要计算对吧 一个是这个cost function c 它对于这个weight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权重求偏导 这个值是多少 第二呢就是同样我们这个cost function 对于这个bias 对于偏向求偏导 这两个偏导数我们需要求出来 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更新 用来更新我们的神经网络 对吧 所以上上节课我们在这直接说 我们通过这个backpropagation算法 可以求出来他们两个 但是我们怎么样求呢 好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所以我们的backpropagation算法的核心问题 是来求这两个偏导数 好 为了后面这个推算公式比较容易呢 我们先设几个标记啊 就是我们这个惯用的一些表示字母的表示方法 以便于后面我们来在公式中呈现 所以呢 首先我们定义一下这个 关于这个weight它的一个标记 也就是说我们用这样一种方式啊 就是w它右上角有一个标号 我们叫w比如说上右上角是l 这个l呢指的就是第几层啊 我们下面有一个j和k什么意思呢 这个j和k它的意思呢就是说 这个j和k的意思呢 它就是说我们这样一个w上面是l下面是j和k 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从在l-1层的dk个神经元到这个l层的dj个神经元 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因为大家有一个基础要掌握 就是说我们这个weight 它与它相连接的是对应的是每一个这个直线啊 就是说我们连接两个神经元之间的线 每一条线它都有一个权重是吧 所以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这条线 我们把它叫做w右上角是3 右下角是2和4 为什么呢 我们来套一下这个标记的方法 就是说首先我们指的是这个l就等于3是吧 然后我们看是第三层和哪一层之间的关系呢 和这个l-1层也就是说我们连接的是这个第二层 l等于3是吧 指的是第三层 第三层和第二层之间的一个权重 那么第三层的第几个neuron呢 就是说第三层的第二个是吧 也就是说这是第三层对不对 所以这个神经网络它是第二个 然后呢和它前面这一层l-1层 就是第二层上的第四个是吧 所以就是这个神经元和这个神经元 它们之间连接的这个对应的这条线 对应的这个weight 对应的这个权重啊 所以大家熟悉这样一种表示方法 所以我们简单看就是 到这个l它的前一 l-1这一层l是3 就是它前面这一层的这个角号 右下角这个4也就是对应的这个k 所以这个神经元到当前这个3这一层的下 它3下面这个角号也就是这个j 是2是吧 所以就是这两个 就是第二层的第四个和第三层的第二个 之间的这个连接所对应的这个权重 好的这是我们首先对权重的一个表示方法啊 第二呢我们介绍一下对这个bias 是我们的偏向啊 也有个表示方法 大家注意这个区别就是我们这个偏向是 它是每一个偏向对应的是一个神经元啊 不是一个线是吧 就跟我们也比如说通过这4个神经元来更新这个神经元 那是我们在求每一个神经元的值和这个权重对应相成 我们是这条线对吧 完了之后我们要加上一个b 那么这个b呢它就相当于在这个神经元对应的一个值 这个偏向 所以偏向它是每一个神经元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每个神经元对应一个偏向 那么这样呢我们也发明一种方法来标记它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b23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前呢 我们这个层是第二层上面就是L是吧 底下是个J J呢就是第三个 所以这个b23指的就是第二层里面的第三个神经元啊 所以大家可以那这个叫什么呢 那这个就是肯定是第二层里面的第二神经元叫b22是吧 这个叫b21 所以它的bias是根据每一个神经元 它的这个位置层数和第几个来定义的 那么对于这个a呢是什么意思 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这个a指的其实是这个叫activation function 就是叫这个激活的值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本身有一个值是吧 就跟输入的时候我们神经元 它输入的是比如对图片来讲的话是它的像素值 那么我们根据一系列这个先求这个呃成分别乘以权重加b之后 再求这个sigma function更新之后得到的下一个层 下一层里面每一个神经元的那个本身那个值就叫做activation function 就是说它的激活值 那么根据这个激活值权重和偏向我们再进一步接着算下一个值 所以我这个a指的是activation啊 它一个激活值 那么对于a来讲呢其实也一样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神经元有一个对应的a指就是激活值 那么这个比如说这个a31指的就是说在第三层上的第一个神经元的激活值 被我们标记为a31是吧这样一个标记 好那我们上节课在这个实现神经网络系统里面 我们给大家也给大家提到过这个更新的方程啊 这就是我们的新的标记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下这个方程啊 alj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dl层是吧上面的d这个神经元它的激活值等于什么呢 等于里面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熟悉的就是这个加权权重和当前的就是对于l来讲的话就是前一层是吧 l-1这一层它的每一个神经元上的值激活值a乘以从前面这层到当前层权重的这个对对应相乘是吧 然后加在一块以后对于每一个前面这层的每一个神经元两两相乘之后 然后那个加在一起求和求和了以后我们再加上这个b是吧也就是一个bias 然后呢再对这个整体呢apply就是我们来是用这个sigma的方程算出来以后就是下一层a的这个值是吧 从图像来看也很好解释就是说我们假设吧我们做一个假设我们要算这个a31这个值 那就是说他前面这一层有四个神经元对吧每个神经元呢他这个连线上和a31的连线上对应一个w 我们就对每个神经元的a值乘以他对应的这个w这个权重分别两两相乘以后相加相加之后呢 我们再加上这个这个神经元它的bias偏好整体加起来以后我们再去应用这个sigma function 对这个值进行sigma这样一个function的运算得到的最终值就是我们下一层的这个a值是吧 所以希望大家能理解这个 就是每一层它输入和输出的这样一个方程的表示啊 所以简单概括的话也就是两步就是第一步呢我们有一个加全求和是吧 就w是权重的这个向量和我们a值当前的这个激活值加全求和以后我们加上一个b 然后对这个整体这个这个值我们再去呃 代入到这个sigma的函数里面 然后就求的就是下一层对应的这个神经元的值 好的 那么 也就是说对于每一层来讲呢我们可以定一个矩阵啊 定一个矩阵来表示比较容易一些我们把这个矩阵就叫做w 右上角就是l 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矩阵呢它其实是连接这个l 这一层和它们前面这一层l减1这一层的那么矩阵中我们可以看到比如举个例子吧 l等于3的时候 那我们把这个第三层和第二层的所有连接对应的这个w就可以用一个矩阵来表示是吧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矩阵里面的这个权重矩阵 我们把它叫做这个weight matrix它里面的任何一个元素比如说jk它表示的意思呢就是说它其中的某一条连线哪一条连线呢就是说我们之前所讲的是吧 矩阵中的dj行dk列的元素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所讲wijk就是说l减1层第二层中的dk个元素和当前l层的dj个元素的这条线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设我们要在这个第三层第二层之间对应的这个矩阵它的这个维度是多少呢是几乘几的 对我们应该是4乘2是吧就是说我们有4和2乘起来有8个值可能可能的这个连线每条连线对应对应我们矩阵中的一个值是吧这就是我们一个定义方法对于矩阵来讲好 那么下一面下一层呢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同学搞定的道理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权重是一个矩阵对于每一层权重我们都有一个矩阵因为每一层权重它的这个矩阵就代表了当前这一层和前面这一层所有可能的一个连接是用一个矩阵表示所以对于每一层我们都有一个权重的矩阵啊好那我们下来看一下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 B就是这个bias啊也一样这个bias当然说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就是说他因为不牵扯跟别的这个层之间的连接所以呢对于每一个神经元我们有一个bias那么这个bl呢就对于每一层l来讲的话我们就定义一个一个向量就够了是吧一个bias vector就叫blbl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当前每一层的这个元素的bias 就是bl然后右下标是j就是说比如说我们l等于3的时候是吧第三层有两个b就是一个是bl等于3然后这个j右下角下标等于1还有一个就是b 右上角是3l等于3然后j等于2就完了所以每一层的b就可以当做一个向量来表示是吧每一层的b这是一个向量这是一个向量对所以这个是关于b的定义啊 然后呢同理呢对于这个a也一样啊对于a就是我们指的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就是我们激活的方程这个a呢它也是根据每一个神经元对应的有一个a是吧就是当前这个神经元的激活值所以我们表示方法是跟b是类似就是说我们比如把这个第三层就叫做al它就是一个一个向量是一个vector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当这个右下角的下标如果等于1的时候就是这个元素这个向量上的第一个元素对应的就是a31 然后如果是下一个的话就是a32所以我们把这每一层l用一个向量来表示啊对于a也是这样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个叫vectorizing a function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 有一种方程我们它有一个性质就满足就是说当我们给它进行这个 两两之间的点点点之间的运算的时候和我们对它方程整个进行运算它是相等的什么意思呢跟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说 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定一个方程吧说这个fx是吧等于x的平方那么我们如果这样 来描述呢就他说叫就叫vectorizing a function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向量化一个方程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23这样一个向量呢对它来 带入到这个f 方程里面呢就相当于我们对2和3的每个元素分别 来带入到这个方程是吧也就相当于最后等于4和9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向量整体 使用apply这个方程等于我们对元素里面的每一个元素分别 apply这个方程然后最后结果就是2的平方是43的平方是9是吧这个这种方法呢叫做vectorizing a function啊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对于每一层呢它的这个输入和输出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推出啊我们就可以用一种最更简洁的方式来表示 因为之前我们是用元素的方式表示就比较麻烦因为每一个这个权重和它的activation的值呢它有这两个下标是吧指的是啊每一层和他前面层的第几个和第几个 这样的表示方法比较麻烦我们把现在用这个矩阵就是w用矩阵和这个a他用向量表示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右下角的这个下标省去就是在这个表达方式上比较简单一点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去掉下标 把这个a当作向量把w这个当作权重的矩阵我们就可以把它等同于这样一个表表示方法就更简单一点我们就没有下标了是吧就是说直接是wdl层乘以这个矩阵是吧他乘以这个al减一层前一层前一层的这个activation的值这样一个向量加上一个bl层这样一个向量然后对他整体在apply这个sigmoid function是吧这个sigma之后呢我们就得到了输出的这一层的向量 他的activation的向量所以呢就更简洁一些所以呢我们的优点就是说用矩阵和向量表示会简单很多对于每一层呢我们其实只需要乘以权重的矩阵再加上偏向的向量然后再再对他进行这个sigmoid function的运算我们就会得到下一层是吧然后呢我们可以引入一个中间变量中间变量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w乘以a就是前一层的a是吧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偏向把这个中间这个值叫做z啊然后我们其实就是说把它记录下来对于我们后面推公式有一个帮助所以我们把它叫这个中间变量称作z那么其实把这一部分可以称作z是吧最后我们对这个sigma只要对z只要去applysigma的这样一个运算的话 它就会得到下一层的这个值所以呢我们再把这标记为zl那这个如果用变量表示呢就是z等于这个权重wl乘以这个al-1然后加bl当然我们用元素的这种原始的方式表示呢就可以把它当做zl对这个神经元等于这样一个方式的核是吧所以呢就是一个表示啊这里呢就是我们对这个神经网络里面我们来介绍backpropagation算法的 一些具体的表示是吧就是一些符号便于我们理解好呢那么下面呢就是我们关于这个cost函数有两个假设啊什么假设呢就是说首先第一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之前所建立的这个cost函数它是一个c是吧2nn就指的是我们所有这个训练实力的个数然后呢我们这个x呢就指的是我们训练实力是吧这个yx呢指的是我们真实的这个 每一个实力它所对应的这个标签是多少那么这个ax呢指的是我们这个l指的是多少个层是吧大写l就是输出层就是最在最最外面这一层那么这个ax呢就指的是当x是我们训练实力带入我们的这个神经网络以后最后我们输出的这个值是多少是吧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输出层的activation function也就是说我们预测出来的标签是多少这是我们实际的这个标签是多少他们这个相减之后我们求一个这个 呃向量的这个长度是吧然后平方这就是我们的c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c找到合适的权重通过训练实力x 和这个ax我们呢还有我们就是找到最合适的这个权重和这个偏向是这个c达到最小化是吧这是我们的目的 好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其实它是一个平均值因为我们要对所有的x都来算这个值然后把它加在一起然后再除以2n是吧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求和是对于所有单个训练的实力加起来然后平均求这个平均的cost那我们做一个假设啊就是一个sumption1就是说我们的cost函数可以写成下面这种形式也就是说我们对于 每一个x求出的cost把它全部加起来再除以n是吧然后呢这是平均cost的 那么对于单个x的cost呢我们可以这么写是吧就是说对于 某一个x我们是这个实际的这个标签值减去我们输出的就网络神经网络输出的标签值对它求一个长度然后再除以2是吧这是对于x单个 那么这个因为这个backpropagation这种算法啊它的目的再强调一遍它是对于这个cost function分别对权重w和偏向b求 求这个偏导它的计算是通过这个单个实力完成的啊所以我们要下面做一个转化也就是说cost可以写成神经网络输出的一个函数 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定义的这个二次函数cost function就满足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的cost本来等于1分之1是吧 这个然后我们就把它写成对于1分之1乘以这个所有的这个神经网络的点它加起来它的套这个公式以后除以2 这就是我们定义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神经网络对于cost函数的一个假设啊假定那第二呢我就是我们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一个一个一种运算的方式啊叫叫hardmer product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两个向量的话呢这个这种运算方法我们是用这个 一个点一个圈里面的一个点这样一个特殊符号来表示啊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就很容易理解就是说我们有两个向量比如说12和3和4 那么我们如果给他们俩进行这种叫hardmer product这种运算这种乘法运算呢它其实就是说对里面对应的元素相乘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1乘以3是吧得到一个新的值 然后2和4它对应元素相乘得到一个值然后我们最后结果得到一个向量是3和8这是一种特殊的运算符号给大家介绍一下叫做hardmer product 因为我们后面要用到这种运算好的 然后呢下一节课呢我们将跟大家开始介绍backpropagation里面算法涉及到四个关键的公式 从这四个公式我们就可以推出这个backpropagation的算法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好那我们在下节课将跟大家开始介绍这个backpropagation里面的四个关键公式 本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